你也是一个新买的号 129 哎呦 这造型行啊 哎 他武器是啥 这翻版的颜色为啥这么漂亮啊 哦 他这个翻版染色很帅 我刚才半天没看到啥武器 然后再加上一个称谓的特效 底下还有三只小鹿在底下跑 现在不知道是神天兵的问题 还是啥的问题 感觉神天兵越来越帅 原来是神天兵在车里 龙太子在车里 现在我觉得反过来了 龙太子跟神天兵迭代以后 差距还是蛮大的 再加500 次丹 原始种族 龙宫 天宫 再加五钢罐 可惜是三只小鹿能加更多啊 加500 藤蛇 400 再加300 锦衣浪潮刹1500 染色300 翻版1000 雨仙格360 哎呦我去 好在129级的一个曲号身上 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远古神殿啊 超越了极限 298啊 再减去一个72 正常202的项链 再加上72 最高0.274 这个直接干到了298啊 这个应该不算养股 但是确实高0 比简易项链啊 简易最高的话 如果是5万块钱的21913的宝石简易项链的话 可以达到一个297啊 这个298 好了兄弟们 来一起来看一下给这个项链应该加多少钱啊 兄弟们首先呢 297的简易呢 假设它是5万 5万的话 它是5孔 5孔的话 4孔跟5孔之间的存在的差距特别大 技能如果是一个加4 那么另外一个就加6 所以说这个项链呢 正常来讲 如果极限是5的话 那如果因为同样的那孔数少的话 那我觉得首先啊 要给它扣掉一半啊 所以说这个项链的话 直接就干成2.5 2.5的话 它少一孔是2.5 然后它再是专用 我觉得还得再处一二 就是这项链的话 我觉得大概那两号加成个12,500 12,500 但是这个项链还又有一个好处啊 就是120的项链 珍珠跟不要钱似的 我再给它加上一个啊 再加上一个1000块钱 就是这个项链的话 在这号上综合加了13,500 武器的话再加上一个100 开了4孔 身上的东西系统送系统送啊系统送 所在的服务器超凡中胜 来吧 兄弟们公平给价吧 这号取的挺刺激啊 25310啊 来看多少钱 好 接下来是疯狂的连续100个还价啊 好 老板最终的购买价格是 27,966啊 减去27,966 差距的价格为2656啊 再除以个27,966 差距的价格为9.4% 还行啊 这个价格买的话 我觉得不贵 因为这个项链毕竟啊 一练难求嘛 好 好